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今天说得好 那这主要是在讲延期的道理 那延期法宪法序法界法威 那么他本来就是不是谁让他这样的 而是他本来就这样 那么法序就是他一直是这样 过去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未来还是这样 那法界就是东方是这样 西方也是这样 那么人是这样 动物也是这样 天也是这样 那法位就是这个无名原刑 行原事 那么无名一定因无名有刑 一定心情有事 一定心生有老死 这个是不能改变的 他是这样的 这个很明显就是什么 因果 因果的次序 所以我们看这个课本 是什么呢 他说 测了因果的必然性 因果 你看 你看那个课本里面写什么 测了 就是贯彻 了知 那么通达 贯彻 了知 贯通 因果的必然性 必然是这样 那么他 这个就是本然性 那么就是本来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 必然是这样 普遍是这样 前后 前后一定是这样 那么所以这个一般来讲 我们叫他是法助治 其实得法助治就是什么 见远起 见远起即见法 见法即见佛 好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由见远起 而知什么 知 诸行无常 知 诸法无我 那么由 知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得什么 得涅槃其境 这个时候叫做什么 涅槃制 好 为什么 法助治之后会有涅槃制呢 因为法助治讲的就是元起 元起讲的是什么 是讲我们之所以生死人为的道理 所以元起 元起是什么 无名言士 好 接着等下 跟你接触了什么 对 对 接触了 吴秉 请示 爱取有生劳病死 生劳病死 幽非劳 好 好 那么他是在告诉你 我们 我们有情众生 之所以会轮回 他一个不变的一个道理 所以 由这一些 知道 因为他是元起的 所以知道 一切法 因缘有就怎么样 他是无常的 就是 一切法不够在变动 这个理是不变的 这个理是不变的 但是 因这个理而 有的一切法 是不断在变的 无名言行 行言士 事名言士 就这样 他不断不断的在变 那么因为这样 之朱形无常 所以朱形无常 因为因缘有变 他就跟着变 由无常之我 之朱马无我 那么 那么 由得朱马无我 见缘起 见缘起 即见到 那么由得朱马无我 知道 这个五云和尔的我 五云和尔的我 是 零色 六路 出 一切尽见 受 知道这个五云和尔的我 是无常的 是无我 他不是真实存在的 他只是缘起有 他只是假明有 那么你了解了这个之后 然后你就知道无我 那么你正得无我之后 你必然会得面好 因为无我一般来讲 我们说佛法 佛法 不管在家出家 要得解脱 他必然要克服两个难关 就是两个关卡 一个也可以讲一个 也可以讲两个 那有时候从我见下手 有时候从我爱下手 这个无名就是我见 根本的我见 那么爱取有 这个爱 这个是我爱 有我见起我爱 有我爱起我所爱 有我爱我所爱 而造业 起烦恼造业 有生死如恶 那么有所谓的六道 那么佛法 佛法告诉我们 我们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间 那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有恶 那恶怎么啦 恶 基本上是 我见推动我爱 而造作的身后恶 那么这个 才造成不同的六道四身 好 那所以有时候 如果从我见下手 叫你观照 五运如我 叫你观照五运如我 去观察这个五运 射受想行事 射受想行事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或是叫你观 这个五运 这个五运 过去现在未来 内观好丑 粗细远近 都不是 从这里去观察 它不是真实的存在 或是叫你观 这个色如巨默 瘦如水泡 想如洋艳 行如芭蕉 事如幻荒 那你发表讲一下 我们现在先 再了解一下 所谓的法柱字跟涅槃字 涅槃字 就是正德烈槃 那正德烈槃 就是不受后友 那么一般来 一般就是 我见 跟我安 主要是这两个 所以一般 一般我们说 五运为父 贪爱为母 而有众生 讲的就是这个 那根本五运就是我见 五运为父 贪爱为母 我们生生世世的父母 五运的父母 一个叫做五运 父亲叫五运 母亲叫贪爱 那生下来 这个是 因缘你遭难的 就是你到哪里投胎 你现在这个父母不存在 你也会到其他的地方 找其他的人投胎 还是会 那么这个真正让你生在这个世界的 叫做五运跟贪爱 所以叫做五运为父 贪爱为母 而有众生 那么法处自 基本上就是了解解构 这个前后的因果关系 我们先来讲 这般来讲 我见 我见主要有两种 我见主要有两种 一种叫做根本我见 一种叫做分别我见 根本我见 根本我见 分别我见 分别我见 是意识分别的 这个比较粗 断到分别我见 就是正粗活 生见 这个叫断生见 分别我见 是断 所谓断生见 生见 借进取 乙 这三个 出国断的 断生见 就是断我见 分别我见 这个是正出国 也是德法处置 只是我 那么根本我见 根本我见 这个是四国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三国之后断了 正四国 四国断了五名 这个是比较粗的 这个是比较细的 叫做根本我见 根本我见 如果是我爱的话 我爱的话 基本上也有分粗跟细 那么断 粗的叫做浴滩 我们断了浴滩 浴滩是三 断浴滩是正三国 那三国断五下分解 生见 借进取乙 还有浴滩跟撑 撑断 浴滩断撑就断 这浴见的特点就是浴滩 浴滩就是对五浴的贪爱 好 那另外一个 比较细的叫做涉滩 涉滩 这个正四三国断的就是什么 四国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 这个法柱制 法柱制 一般来讲就是断了这个分别火箭 生见 那么他为什么可以断呢 因为他知道缘起 无名行事 明色六路 触受 爱取有 他了解这个道理 他了解这个世间 是缘起有的 众生是缘起有的 那么你会断掉你那个根本有一个我 的那个分别火箭 有意识分别的 因为你的这个智慧 了知到所谓的我 不过就是缘起假有 这个时候你会把神剑断掉 那你就是测之 我们叫做贯测 测之因我的必然性 就是从这里 那我们说如果从我箭 从我箭的话 通常一阿含金来讲 断除我箭 断除我箭的话 通常有三种 就无我 无我的话 怎么样正无我 就是得罢注资 那么通常 通常阿含金里面 有三种修法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念佛 所以比较很少在观照我 比较少 那么第一种 就是非常常见的 观这个色寿想行施补运 因为我 所谓的我是补运 就是我们刚才讲缘起里面的 是明色六路去寿暗 那四明色六路 这个就是所谓的 因为五蕴 因为五蕴的话 我们把这个都插掉 我们现在就先讲一些道理 就是有一些他后面才会有的 但是我们现在就先了解 那么多讲几次以后 我们就会很熟 通常是这样 五蕴的话 五蕴的话分作三部分 就是重心理的 重心理的分析 重身理的分析 重身理的分析 如果大家有看佛法概论 基本上就有这么想 重物理的分析 那佛法通常 五蕴是用三部分来说 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重心理的对象都五蕴 色受想行事 五蕴 因为色受想行事里面 色法之物指的 那么受想行事都是心理的 所以 这个是重心理 就是 因为 所谓的法住之是知无我 那 那为什么是无我 我不是否定 否定掉有一个我 叫做无我 那怎么去否定掉这个我呢 我不是那么真实的存在吗 不是 你从缘起上看 它不是真实的存在 它只是缘起合合的存在 那你要出去去玩 那这个就是心 所以它是重心理的分析 都从我上去看 那么一个就是 重生理的 这个叫六处 那六处一定讲内外 内六处跟外六处 那主要是内六处 叫做眼耳鼻子的声音 就是感官的 眼耳鼻舌声音 眼耳鼻舌声音 这个是物质的 这个摄影位就包括眼耳鼻舌声 这个意 包括这个 这个 这个受想行事 那 所以它这个叫做重生理的 另外 重固理的 这个是从阿兰经里面看 它叫做地水火候勾处 叫做六戒 那六戒一般来讲 是从十八戒里面 从十八戒里面 在简略出来的 在简略出来的 一般口法是讲 古印十二处十八戒 古印 然后十二处 十八戒 不过从十八戒里面 简略出所谓的六戒 这些叫做地水火候勾处 这个是物质的 地水火候勾处 好 那这个是所谓的我 但是如果阿兰经里面讲 无我的话 它重点重加 武并无我 十二处无我 跟缘起无我 如果阿兰经的话 那 后来的物败法 这个叫做运处件 好 那无我的话 如果从武印来讲 我们从武印来讲 那运相应 阿兰经里面 杂阿兰经里面 运相应 是最多的 就是它最粗的 那么一般来讲 从武印里面来看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出息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豪丑出息远金 它有这几种观法 它有总共 怎么去证得这个无我 就是说 你怎么样去证得这个法柱子 那法柱子 就是支援起 支援起 支援起 就是支援我 支援起 就是断圣剑 所以 你必须要边断圣剑 你才有可能正德烈爬 那正德烈爬 基本上就是正四夥 那么你只要出火 断了圣剑 你肯定会断我剑 根本我剑会断 就好像阿朗先讲 这个树根已经拔起来 虽然它没有完全死 它肯定会死 时间的问题而已 所以正出火最多最多 七次的烈爬 一定会震阿罗汉 肯定会震阿罗汉 那么从我剑的这个地方来说 基本上一般来说 观察武运 内外 过去 现在 未来 过去 现在 未来 观察这个武运 色受想行事 色受想行事 观察比如说色 不在过去 不在现在 不在未来 那我们常说的 金刚经的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其实它是把这个受想行事 浓缩成一个心 就是心 我们就是 色心 物质 跟心理 精神的 精神的合合成章 那么 如果一阿安静来讲 它是色 受 想 行 事 你一一去观 这个色不在过去 不在现在 不在未来 就是过去色不可得 现在色不可得 未来色不可得 然后过去送 过去想 过去醒 过去是 现在送 现在想 现在是一样 那么金刚经 我们是大圣经典 基本上 就把这个叫做心 就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好 那过去 现在未来 内外 好丑 好丑 出戏眼镜 从这五种去观察 我们的身心 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存在 所谓真实的存在 就是不变的 没有变化的 本来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种 我们可以这样写 应该写在这里 内外 好丑 出戏眼镜 它是分五族的观察 我们写在这里 好 好 那么 后来的大圣经典 你会把它简单化 比如说 只关心 因为心是主要 心是一切法的主导者 所以你就关过去心 不可能 现在心不可能 未来心不可能 如果是保基金 他就把这五组 融缩成三个 保基金融缩成三个就是 心 不在过去 现在未来 也不是内 也不是外 不是中间 你看那个 人严经 基督正经也是这样 不在过去 不在现在 不在未来 不在内 不在外 从时间上看 非过去 现在未来 从空间上看 非内 非外 非中间 从他的性质上看 非上 非恶 非无际 因为他不是上 就是恶 就是无际 非上 非恶 但是保基金 从恶里面去 去再讲 非谈 非撑 非吃 其实这个就是 你到底怎么样去得法处置 怎么样去震得这个无我 怎么样去知道缘起 当然 你从缘起上去看 看这整个 我们身心的变化 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 第二种 这是第一种 最常见的 观这个无运 观这个无运 第二种就是 观照这个无运 观照这个无运 这个比较是对峙性的 就是如病如忧 如痴如傻 无病 忧就是像肿油这样 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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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脑汗 忧是肿油的意思 就是我们忘记这种情 心情之后 如病如忧 如痴如善 那么这个是比较对峙的 让你不贪佐这个身心的 不执群 就是不贪爱这个身心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 一般我们像金刚经说的 如梦幻泡饮入殿 但是金刚经这个是从阿南京里面 那么再延伸的 一般来讲阿南京是 观照五运 色如巨木 瘦如水泡 小如羊液 情如花椒 色 瘦 小 行 色如巨木 色如巨木 瘦如水泡 想如羊液 羊液就是 海事圣楼 我叫野马 我叫可鹿 想如羊液 行如芭蕉 这个都是在讲无常祸 四五幻化 金刚经统议说 波勒坚 基本上是这样说 如梦幻泡饮入殿 这个是邱格罗斯翻的 如果玄奖翻的就十种 但是翻六种 入殿 好 那么这个是从我见 我见 那 一般 一般是 如果你直接从我见 他就是关这个无我 如果从我按 那么就是 要调取这个无意 调取这个贪安 那贪安 主要是贪安这个身心 比如说修不禁观 那么 对之 思想 对之这个 对身心的谈谈 那 这就是另外一种 好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 那另外 阿含经里面 除了讲运触界的我 还有讲一个缘起我 就是让你了解 从 从一切法 因缘合合 因果如释中了解 所谓的我 到底是怎样种存在 他不外义就是色跟心 嘛 那我们的心怎么升起呢 当然是面对禁 面对这个禁 那所谓的 四明色六路 出 送 他那也是从这些起来的 说爱取我 那么 这些都怎么来了 从我见来的 所以无明为最初就是这样 好 那这个是我们先 先大概知道 好 那我们再来看课本 所以他这里讲 讲什么呢 他说 修学者 就是你真正修学佛法的人 那么你要先测量 你就是对这个道理 你要很熟悉 你要很清纯 你要很明白 那因为后来 因为我们是受了所谓 末法跟净土思想的影响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不管这些 因为知道了也不能怎么样 知道了也不能解脱 因为末法思想就变成这样 就是说 你不管你知不知道 你这一生解脱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末法思情 所以你是不可能解脱的 但是这种观念 其实在佛法上是不承认的 因为缘起 缘起的道理就是说 你一个人能不能解脱 不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而是因为你有没有了解 缘起的问题 如果你了解了 那么不管在什么时候 没有佛的时候 你也可以解脱 没有佛的时候可以解脱 就是说辟知佛 那个也是没佛的时候 那么主要是他见缘起 主要是他去缘起 所以他这里讲 那他说 先测量因果的必然性 就是他法而无事 就是如此如其事实的知道 缘起 因缘起而知无常 因为所谓的长 就不是缘起 为什么 他一直是这样的 但是缘起就是 他是因缘而而 他才这样的 有因有缘世间 有因有缘世间灭 所以 他的存在完全是因缘而而 既是因缘而而的 他就没有固定不变了 他一定会觉得 因缘的生灭而改变 一定会这样 所以他这里说什么 他这里说 一缘请而知无常 因为他就是 不是常 所谓的自信 大圣经典里面 比较常讲自信 自信 基本上 有三个定义 很常 独一自主 很常 独一自主 那么 因为无常 所以知道 这个自信 基本上就是我 或叫做犯 犯我 或叫做神我 好 好 那 因为我们知道 他不断在生灭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你会看他不断在生灭 气世间有 沉住外空 有情世间有生老病死 那么一切法都是这样的沉住 都是这样的生住意面 一切法都是生住意面 有情世间跟无情世间 主要就分这两部分而已 有情世间有生老病死 主要是生死 不一定有老病 但是从人来讲 有老无病 如果你无色戒天人 他就没有老没有病 他就是生跟死而已 化生 然后又化面 这基本是这样 那 但是从有情来讲 从人来讲 就是生老病死 那国土世间 我们有三种世间 武艺世间 有情世间 和国土世间 那从有情世间来讲 他有生老病死 从国土世间来讲 他有沉住外空 所以这一切 他都没有一定 他不断在改变 那么这个叫做无常 出行无常是生命吧 好 那么有无常是什么 之无我 因为 因为我是常 所以无常就什么 无我 所以无常就无我 那 至我又是独一 他不是合合的 他是一开始就这样 最后也是这样 他不是跟谁合合的 也不是因灵合合的 他是本来就这样的 这个叫做独一 自己就这样 但是我们不是啊 我们是因灵合合的 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这样 所以从缘起是什么 之无我 从缘起 因为缘起就不是独一的 缘起不是独一 缘起是因灵合合的 但是他是一合相 他是一合相 他是一合相 那么他是 他是各种因灵合合的 生命是这样 国土世间也是这样 所以他不是独一的 那么从缘起之无我 这个是 很常 很常是我 很常是我 那无常就是无我 独一是我 那么从缘起就是无我 自主是我 自主就是 他自己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自己决定要 要怎么样 好像国王决定 要怎样怎样 他是可以决定的人 但是我们在这个世间 你会发现到 我们并不能决定 我们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受苦 没有人自己可以决定的时候 会让自己受苦 所以苦固乎 所以你会看 你会看这个阿安静 你会常常在讲 无常固乎 或是无常固苦 苦固乎 或是缘起固乎 基本上从这三个地方 那么也可以知道什么 从这三个地方来讲 我 那么从这三个地方 因为你没有发现到 一切都是无常 一切都是缘起 那么一切受皆是苦的 所以从这里来讲 我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课本 所以从这里讲到 一缘起而知无常 无我 依无常 而知无我 依无我之 无我所 就无我 就无我所 因为我所是从我来的 如果没有我来的 我所 那么如果色是我 那么受想行事就是我所 如果色是我 那受想行事就是我所 如果是是我 那么色想行事就是我所 如果是是我 如果是是我 那么色受想行就是我所 其实这样 因为如果这个是我 那我的父母 我的兄弟 我的姐妹 我的财产 那这些是我所 那通常就是我所就是从我来的 好 好 那我们往直下看 这个我们是先大概了解一下 那后面会慢慢讲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不过你之前是要心有些概念 然后后面再听的话 你就会比较熟 那不然以前都不知道 你没听过 那现在忽然听了 你就会 你就会不知道 好 那我们再往直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实现究竟的解脱 究竟的解脱就是什么 就是灭坛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先知法聚 后知灭坛 就是在讲这件事 他都没有解释 老实讲 那他这样讲 你知道 那通常 我们再来讲一下灭坛这个概念 我们再讲一下灭坛这个概念 我们再讲一下灭坛这个概念 通常灭坛 灭坛的概念有三种 一种就是印度 印度世间的 世间的 那基本上就分成一般人的跟外道 他们在世间都没有出世间 因为灭坛是印度原有的语言 他们是原来语言 那么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反一般 就是我们讲 凡夫跟外道 外道也是凡夫 但是他至少是修行者 那凡夫的灭坛 印度人讲灭坛 其实是 他的概念是苦的行念 苦的行念 那所以 印度人肚子饿了 肚子饿的时候是苦 那么吃饱饭 摸摸肚子就练好了 那早上灭坛一次 中午灭坛一次 晚上再灭坛一次 因为吃山草 那所以 这个就是苦的行念 灭坛原来的意义 就是苦的行念 那你口渴 你喝水 那口渴喝水 口渴是苦完 那喝了水 不渴了 摸摸喉咙 灭坛 类似像这样 那等一下又会渴 所以不断在灭坛 这个是反复印度人 反复印度人事件的概念是这样的 他们的灭坛概念是这样的 好 那外道的灭坛 通常 很多外道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讲 这个外道灭坛 有些正出产 有些正二产 有些正三产 有些正四产 他就以为得灭坛 是薪 直径 或是得 得这个 得这个社界定 这个是出产到市场 还有得无社界定 空无边 宿无边 无所有 他也以为得灭坛 因为心急进了 他就以为得灭坛 那这个是外道灭坛 但是他实际上 他实际上 并没有真正得灭坛 那么阿含间 我们叫做佛法的灭坛 这里都把所谓的小圣跟大圣 用佛法跟大圣佛法 分开了 一般讲小圣 但是一般 这里都是用 因为不讲小圣 不讲佛法跟大圣佛法 就印度佛教师讲词里面 他讲佛法跟大圣佛法 所谓的佛法就是 一般我们说的小圣佛法 就是阿含间 阿含间里面说的 那么 佛法跟大圣佛法 一般我们叫做小圣跟大圣 那么佛法里面的念 就是佛法把这个定义 那么延伸扩大解释 你说你肚子饿 那么是念坛 他扩大 一切苦 不是一个苦 一切苦 因为我们有很多苦 一切苦的究竟洗面 苦从哪里来 苦从哪里来 苦从有生就有苦 苦从哪里来 一切苦从哪里来 从生到死之间 生本身就有苦 死也有苦 生死之间有什么 生死之间 从身体上有老的病 这个是身体上的 心理上的呢 愿正为爱别人求不得 叫做优备哪 我们叫做优备哪 愿正为爱别人求不得 叫做优备哪 就是这样 愿正为爱别人求不得 愿正为爱别人求不得 这些种种的优备哪 总和啦 那么这些都是从哪里来 从有这个生死 那这个生死 从人来讲 叫做五蕴生 叫做五蕴生 有这个五蕴 有这个五蕴 所以有这个五蕴就是生存有 五蕴存有 叫做生存在 那么它存在 它一定是走向什么 死亡 死亡了又会来全战 结果叫做生死死生的轮回 那么从佛法来讲 那么一五蕴 五蕴生灭不断 因为它一定是生死的 有生无不死 有生就一定会有死 没有那个不死 所以它一定是生灭的 那么生灭不已的见相 现在就像火在上赤胜 所以叫做骨蕴赤胜 骨蕴赤胜 骨蕴赤胜 那么这些 所有的苦 一般不叫八苦 那八苦 其实都是从骨蕴赤胜来 生老病死 因为这位爱卑民求不得 都是因骨蕴赤胜来 所以这些一切苦 一切苦 基本上是由骨蕴生 就是由生死来 由骨蕴生死来 所以究竟的苦行灭 就是不再骨蕴了 其实是这样子 就不再骨蕴了 好 那么这个佛法 佛法的灭盘 就是我们讲阿安经里面的灭盘 通常分成两个 叫做有余灭盘跟无余灭盘 究竟来讲无余灭盘 无余灭盘是指 没有这个业报生的 还有这个业报生 你正阿安不受后余 通常这个业盘是指不受后余 佛法上 不管是有余跟无余都是不受后余 因为你只要有无余生 后余就是后面还有这个生死 你只要还有生死 你就会受苦 他不受后余了 他就不太受苦了 但是还有分有余跟无余 不受后余 通常会说我生已尽 不受后余 我生已尽 犯人已尽 所重已半 你不受后余 好 有余 就是余有这个业报生 余有这个业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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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有余 为什么 佛陀 佛陀 佛陀在谷底书下就正面了 但是那个是有余的 因为他还有业报生 所以佛陀还有什么 还有生苦 这个时候余还余有苦 生苦 余有生苦 但是生苦心不苦 这个时候他已经握了 所以他的心气是不苦的 但是他的生还是会苦 所以沐渐脸被持在外套打 把他身体都乱掉 也很痛苦 他就去跟佛陀告家 我要用你来吧 这个太苦了不行了 这佛陀 佛陀 年纪大了 七十几岁了 快八十岁了 那走到基斯纳 半路也要休息 我很累 要休息一下 我很渴要喝水 也会渴 生苦是有的 那么等到这个身体 也没有了 火化掉了 没有了 叫做如与涅槃 连生苦也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叫做如与涅槃 这个夜报生 这个还有夜报生 这个夜报生 已经什么 已经没有了 夜报生的苦也没有了 夜报生就没有了 涅槃也没有了 所以这个生苦也没有了 这个是辛苦还有 辛苦没有了 到了乌与涅槃 入乌与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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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的涅槃 才是入乌与涅槃 二乘的涅槃 二乘 阿罗汉拼之佛的涅槃 阿罗汉拼之佛的入乌涅槃 都还是有乌涅槃 他这个语言 不是余有辛苦辛苦 是余有什么 余有习近 就是他还没救近 某些的大圣经典 大部分大圣经典 二乘的涅槃 二乘的涅槃 是有乌涅槃 二乘的涅槃 是有乌涅槃 佛的涅槃 是无乌涅槃 佛的涅槃 才是真正的涅槃 好 那这个是涅槃的概念的不一样 我们先知道 那这个插槃 好 再来看课本 这个 这里讲的当然是 这里讲的涅槃 先知法住 后知涅槃 当然是指佛法 指佛法讲的这个涅槃 好 佛法讲的涅槃 重在而不轮回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涅槃其涅 涅槃不若有无 不若有无就是他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 就像圆琴里面讲的 这个有应有缘世间极 有应有缘世间灭 正见世间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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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圆琴是指我们这个有情 我们身心有应有缘世间极 这个据舍论总结 据舍论是世间菩萨总结当时的思想 写的一本佛法概念 据舍论其实是当时的佛法概念 他对佛法就用试定 比如说用有若因有若果 就是凡夫有若就是有生死的 有烦恼有业的 他除了前面讲运触界之外 他就从有若因是什么 有若云是什么 有若果是什么 有若果就是友情 六道四生 那友情怎么来的 友情是从业来的 业怎么来的 业是从烦恼来的 就从这样 所以从友情的因是有业 业的因是什么 是烦恼 那解脱怎么来的 就无若因 无若圆 无若果 无若因是什么 无若因是智慧 智慧怎么来的 也有钉 所以有什么钉 有什么钉 那这些钉 这些钉就什么会 这些会可以断了些环朗 出国断什么环朗 恶果断什么环朗 三国断什么环朗 阿磊断什么环朗 就讲这个 巨神人就讲这些 有若因 有若圆 有若果 他先从有若果 因为有若果是我们现在的存在 他怎么来的 好 那我们要超凡陆圣 然后我们凡夫要修成圣者 那圣者是怎么来的 要定 一定发会 那有几种定 要怎么修 那有什么会 要断什么环朗 那会正什么过 就讲这些 巨神人就讲这些 好 那么有因有缘 世间 这个世间主要是有情世间 然后有因有缘 世间面 那么我们也可以讲 有因有缘 有沦迴 有因有缘 得解脱 其实是这样 如果从有情世间来讲 好 那么正见世间几着 你正见这个世间有情状 是有因有缘就有 你就不会讲什么 没有 因为有因有缘就有 他不是没有 像回物论他就会讲 这个世间 死了以后就有缘 没有啊 他只是偶然 现在死了就没有 有因有缘就有 不会没有 那么 所以 正见世间骑着 不生什么 不生无缘 不生无缘 不会讲没有 你不会认为没有 正见世间灭着 有因有缘事间灭着 正见世间灭着 不生什么 不生有缘 你也不会觉得 有一个很常不缘的 为什么 他是遇面不乐的 你也 如果你知道 有因有缘事间灭 不生 世间无缘 不生 世间有缘 你也不会觉得 这个就是一般 有个 就是 有情众生 生命 是很常的存在 还是 就是一般我们讲 唯心能够回物论 但是 他是不变得 英文的 永恒 不变得存在 还是根本就不存在 只是偶然的 不应论的 那么 他既不是 不落入有见 也不落入无见 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 你看 你看他说 这个 这个 涅槃不落有 意思 其实就是说 你必须 不落有 你才能够得到 涅槃 如果你有见 跟无见 你都没有办法 正不过 这个时候 你是不然正的 涅槃的 那么真正的涅槃 不是有 不是无 所以有很多人 佛陀念玛了之后 佛陀无语念玛了之后 去哪里 没有去哪里的问题 如果有去哪里的问题 那就有有的问题 那也不是断念 断念是无的问题 就永远不存在 那也不对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断念 他既不是有 也不是有 我们先下课 谢谢大家